在公园里,静静的坐着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 然后呢,自拍 自拍就是我的兴趣 拍了照片留下美好的回忆 很久没有这么样享受 太自然了 自拍一下,自拍一下 还有,来这里听听鸟 小鸟的叫声 鸟叫声 这什么鸟啊? 哦,原来呢,我是在这一棵很大棵的树下 这棵树的名字叫做雨树 没有错吧? 它叫做零椎 零椎是不是叫雨树呢? 看一下,这是什么树 哦,我前面呢,有一次是喜鹊 刚才有没有听到喜鹊的叫声 那这就是喜鹊的叫声 喜鹊叫 喜鹊为什么不听叫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到乌鸟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乌鸟的声音 其实乌鸟的声音不好听哦 但是呢,我却听过一个乌鸟的故事 乌鸟是很有孝心的一种鸟 是时候站起来拍一拍照片了 看一看,这是自拍的 这是朋友跟我拍的 看,拍起来这地方真的是很不错哦 绿绿的草地 嗯,还有你看到这后面的是 就是雨树 它的树深就这么大了 你看我站在它的前面 是这样子的哦 好了,走走拍拍 差不多是时候要回去了 这一天就非常非常圆满 非常开心的 嗯,结束了 有时间真的需要到这些大自然 充满了大自然气息的地方